美国对于中国的威吓呢 那当然就在于半导体这一块 是它重中之重 被形容说是最后一波 很激烈手段的事 商务部最新发布了一项 针对遏止中国扩商的监管措施 也就是什么呢 半导体这个相关的厂房或企业 只要获得了联邦补助的企业 任何一块钱都一样 就要求不可以在中国 大幅提高产量或扩大生产设施 所以说要扩厂啦 增加新的工厂啊 新的投资通通不行 时间有多长 十年之内 你只要拿过联邦补助的一块钱 然后你去中国盖了新的厂 或做了新的投资 你就会面对可能的限制措施之后 监管措施的刑罚 相关的罚则 当然接下来是赶在中美工作组 要启动之前发布这个很严峻 对小商来讲 是不是有威吓的效果呢 看起来还蛮厉害的 例如者跟价 这两个金属 贵金属出口 现在中国是用这个方法来抵制美国的 但是中国宣布 在成立这个经济工作小组 金融工作小组之后 由美国财政部宣布启动之后 马上就要来谈乐的时候 要不知道怎么局部开放 怎么的合作 趁这个组快要开始开会的时候 先宣布商务部的杀手剑 让你来不及在会上讨论吗 陆媒报导说 美国半导体晶圆制造商XT最近就发布了一个声明说 加中国的子宫市已经获得商务部授权初步许可 可以恢复部分客户供应加根者的制品 部分可以 而NBC也报导 ST跟中国有重要的军工企业 中国电通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企业部分还是可以得到中国大陆的加根者 只要跟中国的关系好 还没有全面被围堵 不像美国这样 那么美国副国务卿讲了一句话 最近引起蛮多的关注就是 美方没有办法把中国排除在关键的矿产供应链 也就是重要的金属相关的贵金属资源 他说中国在矿物原料加工领域的关键地位 意味着中国仍然将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 这是副国务卿公开所讲出来的话 还是要跟中国合作 因为排除不了 又一边要排除又要合作 只看着挑选项 你看看刚刚那个最新宣布的 很严峻的监管措施 华为再来看看 这也是被管制的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为了科技 想要围堵中国的科技发展不是吗 那华为被说是全部说哈了的概念 孟晚舟说 接下来未来十年将会全力投入 AI人工智慧 其实从云端的这个元宇宙 到AI很短 元宇宙一下子就泡沫了 现在最红的产业一切 就是往AI去发展 CNN就报导 华为最近指出的新战略 将在十年里把所有的重点资金 人力统统投入在AI人工智慧里头 预计未来20年的时间 优先考虑的是原端运算 智慧财产权权 那么致力打造 华为成为中国坚实的运算骨干 包括习近平跟比尔盖茨企业家 美国企业家 在6月见面的时候还曾经说过 那么欢迎把AI科技带到中国 5月的时候还说 要加快建设 像包括了中国现代化产业 的汽车等等的 把握AI的浪潮 而其中汽车华为 华为云就发布了盘古汽车大模型 这个厉害了 就包括了汽车的生产设计 这个业务的场景 通通都可以包含在内 尤其是自动驾驶 他学习训练周期 从两周以上缩程 缩短成两天 就可以学好了 这个路线跟自动驾驶 无人驾驶曾经卡在说 这个复杂的环境 还有网路是不是可以够覆盖 这个是关键 但是在9月10号的 问界新的MC发布户上 就已经告诉大家 他可以让高阶智能驾驶 年底就覆盖全国的城区 这牵涉到是不是无人驾驶 可以真的顺利的安全的运行 那么华为还有一个商用的5.5G 大家都还在5G普及化的情况之下 他已经完成了5.5G的关键技术吗 大家五连一感这样的应用验证 宣布出来的时候 告诉全世界说 二元平20年要出的 就是商用的5.5G全套的网路设备 这可能就会让很多的 本来科技领先的西方的国家 就感到可能要观察一下 担心是不是超过了 本来要限制人家的美国 或西方国家了呢 那当然苹果跟华为大战 这已经是国仇家恨 西方世界跟中国的对抗 iPhone 15到中国大陆去发布 效果如何 其实还是排满长的队的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 除了线上的预购 一下子就爆炸之外 你看看要排队买新机的实体机 还是长长的长龙 大家都要买 那只是说 这排队可是手凌晨一点 就开始排的 那果粉被外媒访问的时候 都回答得比较保守了 就是例如说 有个上海果粉被回答 被访问他就回答说 因为我用苹果很多年了 习惯了 基本上每年都要换 但是今年这个让我有点不是很满意 不是很满意还要去排队 还是说被访问 不得不这么说不清楚 但是的确还是有 这商业市场的竞争 当然是民众消费者自己的需求 来做选择 所以但是这个两个企业之间 竞争是很白热化的 包括一些细节 充电线 大家就消费者测试 这个充电线应该是各厂牌 都可以充电才对 唯独 苹果充电线 就是不能够用在华为 跟荣耀的手机线上 就是要分庭抗理 我的连个线都不让你充电 不让你有电就对了 大家分开来用 连相关的配品都一样 那现在还有一家公司被关注 当然是蔚来汽车 它也出手机 不过这个蔚来汽车 它是说它强调 它不是为了要跟手机业者竞争 它要竞争的是一个 更全方位的汽车产业 因为不想被苹果 如果用手机相关资讯 来控制它的汽车 他们觉得不好不安全 他们强调说 2025年如果说苹果汽车出来的话 六成甚至更高比例的用户 会使用苹果手机 来做相关的控制跟控管跟影响 所以对他们来讲 会认为一点防御都没有 所以未来CEO李斌他说 我们出的这个手机 其实是专门针对他们自己的汽车 只要跟汽车的手机 这个侧边有一个独创的车控键 加连结的话 就可以有一次控制 直达30项车辆控制各种功能 所有的相关的设施 跟这个可能的云端的 运作的能力方式 通过一个手机就可以搞定 所以他说他要竞争的 其实并不是要往手机发展 是要跟苹果对抗 还有就是要强调自己 汽车产业的完整性 我以为你怎么看 从雷蒙多最新的发布 对美中的对抗 看起来还是不太有缓和的迹象吗 美国要打压中国崛起 让中国的GDP不要有机会 或者很快的赶过美国的GDP的总额 这是美国人整体的战略目标 也就是他要永远当老大 即使别人当老二要离他很远 不可以进步得太快 他如果美国自己不能进步 而会要求你原地不动 不可以进步 让我永远保持领先 这是美国人的基本战略态势 只是用不同语言在讲那些什么 我是民主 我补充一下 民主国家跟民主国家会打仗 最经典就是美国 不要忘记 19世纪有两场很重要的战争 就是美国跟墨西哥打仗 打的是为德州的领土问题 那不是民主国家 民主国打仗吗 还有第二个 1940年代美国跟英国打仗 在哪里打 在加拿大打 也抢到很多土地 所以美国只要为了领土 就不管民主不民主 他只要为了他的霸权 也不会管什么民主这种道德 完全不顾这个东西 只要他打得赢 所以美国的霸权是其来有志 从美国内战就开始快速的膨胀 刚才我们讲的夏威夷 只不过他最后一战 后来菲律宾本来抢到了 没有想到被日本中途攔超 所以后来再不成为事实 你今天雷蒙多 当然会继承美国这种霸权的传统 我打不死你一家华为 那我还混什么 会把你打死不可 所以华为还要再继续努力 不能就就此地松懈 美国跟中国成立什么金融工作组 经济工作组 简单讲双方面打得各有损伤 拿回去商兵站 呼一呼准备下一波再来 这个商兵站就是经济工作小组 跟金融工作小组 大家瞧一瞧 暂时休息一下 这样子而已 你不会继续打 中国如果以为这样不会继续打 中国的观念可以换一换 因为哪有那么简单 要准备继续打仗 只是准备得更丰厚 至于AXT也是个半导体制造厂 但跟台积电 联电不一样 它不是矽精半导体制造厂 它是化合物半导体制造厂 就相当于我们台湾的吻茂 吻茂也是个很大的半导体厂 但它做的是化合物半导体 化合物半导体是在用在通讯的 一些半导体上面特别有用 这一家当然需要什么 加根者 因为那个通讯部份 包括什么雷达 无线电 光电 通讯 通通是用化合物半导体的效率 比锡金半导体还要好很多 所以大家习惯上都是用化合物半导体 AXT是美国最大的 化合物半导体的厂商之一 他要靠谁供应材料 中国 所以中国这个时候可能 表示一点善意 你申请我都批准你买卖出口 美国的副国务卿 承认美国没有办法把中国 排在这种基本的矿产之外 这是早就知道事实 这是为什么美国政客 会搞不清楚状况 你排不掉你就要合作 你排得掉都拼命打压是不是 像安卓系统不准华为做 逼华为自己做鸿蒙 所以讲这个东西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的 至于任正辉自己都是果粉 iPhone15我相信华为公司 已经买了一大堆准备拆开的研究了 所以任正辉自己都是果粉 大陆有人也是果粉也是很正常的 我看到他们消费者拿到开始在地上摔一次 我们消费者看了这个 摔第四次就破了 是是是 大家会很心疼 其实不过那个华为跟你说 他们是拿汽车去压他的 他都拿这个来折磨自己的手机 宣传 宣传 是是是 这个买东西 尤其是像手机 你这个华为知道 在很多地方受限制的 光刻机不给 日本的清洁业不给 这个封装的跟这个高端晶片在台湾 所以华为必须要弯道超市 我不知道走你的前路了 但是你 苹果的优点我要学 苹果为什么开创性很好 因为它这个外形 宣传 你看看 当然华为要学 华为现在好不容易打出另外一条途径 他这四年被压得很惨 他现在他就找多方面发展 他又搞汽车 又搞AI 现在更厉害的是搞云端 搞云端以后 那万物都连 那你 Apple能不能做到 做不到 这个东西 一个优质产品 你压不了多久的了 你像我们两岸 这个什么不通 翻墙的还不是很多 看你这个节目的翻墙的就很多 对不对 他想看 他要看 他就有办法 所以这个iPhone将来 我想短短在三四年以后 可以完全把苹果给打掉了 因为你苹果还没有到云端互联的状况 你这个路子还没走 他现在已经开始了 因为这个东西 你远光看着眼 跟你他屁股后面跟 是两码事 那你看得远 你可能前面被压一段时间 等到你一突破的时候 那个 你的对手就跟不上 你要去跟对手 你永远差他一步 所以任正非的思维很清楚 他说我苹果公 我这个华为不存美金 我存人才 他为什么又可以弄到自动驾驶的汽车 又搞到云端 他在全世界搜刮一流的人才 不惜重金 什么数学天才了 化学天才了 物理天才 都往他那边揽 所以你现在是被硬体技术压 对不对 但是他的软体的想法已经超前了 中国大陆的所有论文篇数 已经超过美国了 那就代表什么 他的科研投资已经满地开花了 现在如何去把科研的成果 划到商用的价值 中间有一大段 我们都知道很多专利是 没办法到市场上去用的 一旦能到市场上用 他就不得了 所以华为 我们要看他三年以后 他的突破的程度 那就是石破天津了 是 因为AI的确是改变人类 下一段文明的发展 教授怎么看 其实美国商用部最新这个措施 其实是很严峻的 对于企业来讲会很大的冲击 只要在 拿过补助 在中国投资十年内 包括台积电 是不是可以扩敞或增加投资的 其实联盟多这一次宣布 其实他实际上有法源依据 这其实在去2022年 我们讲的拜登签署的 晶片与科学法案 他是众议院朝你 他在Intel Intel不断的去推升 然后在众议院 终于推升出这个晶片与科学法案 就是拜登口中给我完成了该死的法案 就这一个 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除了 补贴527亿 补贴国外的晶片厂商 在美国设厂之外 还有成立一个所谓美国基金 晶片基金 四大基金 这基金里面就有一个规定是 你拿了美国联邦政府补贴的 你十年内不能在中国制造晶片 这点是这个法源依据 所以雷蒙多他这次宣布 等于是依法行政 就是要走了 对 要走 实施的措施跟方法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用一个 宏观的角度来看美中之间 从商务 财政跟各方面 似乎有春暖花开的感觉 我这样讲 其实我们看得蛮清楚就是 其实现在他们有成立商务部 在雷蒙多访华的时候 有成立一个所谓工作会议 我们之前有讲过 他成立要有两个副部级会议 有两边的副部长 当然是王寿文跟Don Grave 接下来每年要进行 对商务的磋商 今天这个新闻又出来了 财政部还有金融方面 他有成立工作会议 所以代表说美中两国的高层 现在对一些金融的东西 财政的东西 商业的东西 要开始沟通 为什么 这点我们要看的是 非常重要的是 在搭配这个加根者 现在有些公司 似乎可以接受 中国加根者的出口 我们就很简单 就一个框架来看就是 其实美中在竞争底下 他们想恢复一些往来 必须有人先递出感染枝 其实递出感染枝 这个在学理上就有的 我们在讲 在这种囚徒困境 大家讲囚徒困境的时候 大家都是互相背叛 但是你在多次性的囚徒困境 我们讲的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是最好解决 多次性囚徒困境 大家都不合作的最好方案 这个是美国有学者 他们提出来的 Robert Axel 所以他认为说 假如有一方先递出感染枝 接下来合作有可能 会慢慢稳定 趋向终极合作 这是学理上 但是我们看这一次 如果美中之间 成立对话小组 接下来加根者 似乎可以出口 似乎在美中之间贸易上面 会慢慢的有点春暖花开 让两边回春的感觉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 他们两边因为 都有国内的经济的问题 美国现在虽然我们讲 通膨慢慢消失结束 升息不会再可能 中国里面我们讲的 他可能通缩 有通缩的问题 但是这几个月的CPI 慢慢在回稳 所以他们说 如果拉长时间看 通缩可能也不是 很大的问题 假如这样子的话 美中之间如何在 维持现有的经济上面 继续往前推进 两个强权的合作 势必很重要 所以我还是要讲 接下来我们还继续密切观察 美中之间在这个互助上面 或合作上面 有什么可以开的观察点 嗯 嗯 没问题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